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将来在相处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两个人 不同的性格引发的 无法去调和的 这种观念上的问题 如果有观念上的不一致 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 我会就是很直白地告诉你 就是我的底线在哪里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处理的话 那可能就 就白白 对 我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人 就是我可能会用引导的方式 去让你理解我的想法 我得看是什么观念吧 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 或者是现实原因的话 我可能首先我会先讲清楚 其次问题不能解决的话 就各自退一步吧 我的话就是 我介意的一些事情 我如果你非要和我起冲动 就比如说 你和异性保持不了这个边界感 那我可能就会直接告诉你 咱们不合适 好的 明白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位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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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最有效的沟通 就是行动 你直接行动 是的 其实在生活中 我也更偏向于少说多做 如果对方跟你的灵魂是契合的 他自然能明白你做的事情 我俩穿得挺美的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我感觉他一上场就特别的独特 跟普通男嘉宾那种气质就不一样 尤其是他这一头长发 很吸引我 感觉男嘉宾 他的性格跟我比较合 他是一个很直球的人 而且我特别喜欢 就是沟通啊什么的 就有什么话就直说 他是一个行动派 然后这一点是特别吸引我的 因为我们在台上去沟通的就比较多 而且给到的点我觉得和我想的差不太多 最后一个问题 他的回答让我觉得 以后如果产生了同样的类型的问题 我们可以很快地去沟通 并且解决 偷偷开心 没想到之后会选择我 然后挺惊喜的也是 那就我就是明的开心吧 港龙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那个男生就是他的VCR的情感经里面就在讲沟通 对 他就喜欢直给 他在爱里受过一些苦 从他的这些歌里的审美就能看出来 他对这种情非得意 在暧昧当中徘徊 那种撕扯 他觉得很伤害过他 对 碰到一个快刀乱麻的 他一下子觉得轻松不已 特别好 祝他们幸福